李白与皇室有没有关系呢? 李白自己认为与李唐王室关系很密切 在与李唐王室中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交往时 诗人经常理智气壮地称他们为 足书 足修 足弟 足侄等等 李白曾经给吴王李芝写过三首诗 名为继尚吴王三首 毫无窥诈地自称小子天之夜 一盘单贵从 意思是 他也是老李家这棵大树上的枝杀 与那些金枝玉也是同气莲枝 据说吴王并没有意义 默认了他为童宗 那么李白如何与李唐王室续谱联宗的呢? 大唐宿宗至德二年 李白因参加勇王李林幕府 被谱入巡洋域 八九月间被营救出域 十月左右并卧于宿松山 此时正逢宰相张浩率军东征虽养 李白就写了 赠张相浩十二首给他 在第二首中 李白叙述了自己祖先的公演 本家隆熙人 先为汉边将 攻略盖天地 名非清云上 苦战金木侯 赴年颇惆怅 世传空洞勇 契机金凤壮 兵列宜绝孙 百代神游王 世人自称为隆熙成继人 认定自己是汉代非将军李广的二十五代孙 世人自豪地说 他自己就是李广的后裔之一 无独有偶 李唐王氏也认为 他们是李广的后裔 当年 非将军李广的后代 有一支定居隆熙成继 这也就是淘代军王中赫赫有名的隆熙李氏 李白与李唐王氏不约而同的 宣称是隆熙李氏 这样看来 李白与李唐王氏关系确实相当密切了 李白一族号称李广十六时 孙李浩之后 天保元年 唐玄宗下诏让李浩后裔中的将军 孤藏 敦煌 武阳四支编入宗正寺 正式认可他们为金之玉叶 但李白家一族却没有通过审核 被排除在外 有人就私下里揣摩 当年李白一家从西域回来时 为了站稳脚跟 比于当地人歧视的眼光 就假冒是李浩之后 据有关悲鸣记载 李白本来出生于岁叶 即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马克附近 大约五岁左右 李白的父亲牵着他 从河西走廊来到陆南 然后严敏江而下 最后驻足在锦州昌龙 即今天的四川江游 李白的族叔李扬斌 在草堂集序中介绍李白的身世时说 李白一家在神龙初年逃到四川 复职李树而博养 所谓复职李树 这句话其实说得很寒昏 可能意味着李白一家在西域已经不用理性 回到四川后才回复本性 也可能暗示李白一家本来与理性毫无关联 倘若这样 那么李白一族就与皇室没有任何牵连了 李白的青年居士的称号 据说也体现了李白对西域若鸣若暗的情愫 明代大才子杨慎在《丹千叙入》中信口说 李白生于张明县之青年乡 其诗云青年居士折仙人事也 后人大抵也这样理解 专家王琪则解释说 青年居出自西竹 樊羽称作由菠萝花 清静香节 不染鲜臣 李太白的字号可能源于字词 这就是说青年居士的称号 确实寄予了诗人的思乡之情 但诗人思念可能不是五岁后的哪个家乡 而是出生之地西域 西竹之地 他在古人眼中也属于西域 李白有位妹妹名叫月圆 日出于冬月生于西 李白的父亲给女儿取这样的名字 就是告诉我们他的来历 李白不是也说 今天之西 白日所末 汤老胡昼 生皮越枯 李白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薄秦 小名为明月奴 明月奴按照今天的说法 就是西方来的小家伙 明月奴 中国聪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